欢迎回到音乐画房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赛后不记 看看上星期有什么开心的大发现 3月1日来到第六场 赛事冠军是圣神威 第二名是胜利才子 第三名是谦谦君子 第四名是俊臣 看到俊臣和第三名相差半个马位 看一看重播片段 留意这个 我们直接去到直路 这一只粉红色彩衣 红色头罩就是叶昌玛房的晋神 来到这里 260米还未有什么事 但是我们看着直镜就会更加明白了 来到这里 看到跑线还未确立到 当然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他 看到可能也有些距离 但是这个位置已经在打边了 其实是否应该真是网空才打边呢 这个时候胜利才子就走上来 霸了一个位置 令到他突然之间的通肩变窄 你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需要立避 立避了之后 那只胜利也挺好 立避了之后没有退了下去 继续看一下他立避 看多一次 在这个位置立避完之后 直接跟回到前面 就是在这个位置 立避完之后 这只马帽没有退到后面 反而是继续向前冲 那就输半个马位 这一匹马相当之不错 首先第一 你看到他立避之后 很多时候马匹都会慢一点 就算不会完全堕后 但不是的 他不是的 他是继续向前冲 一来就显示马的斗心真的很强 第二 就是显示马的状态 真的相当之好 说真的 如果他不是因为他未确定 跑线就向前冲 即是未完全望空就向前冲 那真的 这只马是完全有机会入位 因为只是输半个马位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过去的 赛马日的一个仓海为珠 另外给大家看看 上一次我选了四选 如果中的Q 如果根据AB 或者是这里 他有些不太简单的选择去买 这一天我中了一二三四条Q 但这也不是重点 我想说一下就是 这就是行进之宝 創建群鹰 宏才 另外就是 几乎是晋神 有讲有笑 这几只马 都是一些冷马 但是就看到 那两只冷的衣 其实是穿到位置的 那我就自己想 如果 我不是要说 多厉害 也就是 如果当我看到一份 这样的四选 而两只脚都是冷的时候 两只脚都是冷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应该要拖一支 除了用AB担之外 应该要两只冷的脚也是穿一穿 因为其实如果6号11号穿了 第一場6號創建群鷹和行進之寶 穿了一條嬌是有146個幾架 絕對不差 所以如果下次見到比較冷的情況 都是要穿一穿的 這陣子的事 明天會和贏跑台的同事 一起到葵方馬會頭駐站體驗店 做現場直播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去贏跑的Facebook留言訂位 希望到時見到你們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今個月會在 敬馬之神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在Facebook 叫做敬馬女神大作戰 第一屆Tips王大賽 是跟大家見面的 對我來說是挺大的挑戰 因為平時自己一直找開WinPay 現在更厲害 因為現在多了去研究Q 那些東西 對我來說 但是這個Tips王大賽 遊戲規則是挺全面的 除了要找WinPay 以為今次要找騎士王 連馬師王 但是我這方面的經驗 一來經驗不太夠 二來自己比較少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主要就是自己支持誰 但是今次做這個Tips王的時候 自己也做了一些數據統計 大家都很流行說 田泰安是很厲害的 田泰安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做了一個小小的測試 做了一些小小的統計 田泰安 WinPay固然很厲害 他在1200的泥地 WinPay是有22%的 他真是他最厲害 如果是說Win來計算 1650的賽事 他沒有那麼厲害 他只有12% 那在1650哪個厲害一點 原來是 我挺喜歡的小鮮肉 班德麗 對 班德麗也有22% 泥地1650的勝出率率 不是說上名率 而是說勝出率 那報名點 報名點 可能因為 遲些來 中途加入 所以 他玩過的泥地賽時 沒那麼多 暫時 一個Win也沒有 但是他上名率都高 上名率是1200和1650分別是18%和33% 另外 還有誰都是上名率或者勝出率高的 就是馬雅 尤其是跑1650 泥地 都是比較出眾 分別是有20%的勝出率 和40%的上名率 所以大家看到泥地 不要只看著田泰安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人值得大家留意 我們分享明天的賽事 明天的賽事 我在星島寫了第四場 但是 我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 第十場賽事 因為我覺得這場都很亂 首先 如果說上次有塞 有阻滯 其實有兩隻馬 分別是12號的晴王 和8號的大力喉王 都是在直路上有阻滯 而且這一場 可以一下子就畫了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很多 逐隻說一下 譬如1號的敏捷神區 上次初出跑1400 初出跑1400 字字都不低 輸給永遠美麗 後追輸給永遠美麗 但輸多少呢 不是輸很多 兩個多馬位 但永遠美麗都算是一隻有聲味的馬 而且這次增程之後 它有轉了配備 除了CP 所以這隻馬 大家也不可以畫了它 可能 好 然後 日日美麗 上一次跑到 激死你 因為它走去放頭 我都說過 一些側身的馬 試試不同的跑法 其實都很合理 第一次出賽 麥道朗配上去 後上就輸少少 輸不夠一個馬位 上次用嘉莉上去 試試放頭 大家看到 在末段那裡 沒什麼力 慘敗 輸了六個幾馬位 今次換報名上去 應該有機會吸收教訓 到底報名掌握報速 走位等各樣東西 都是更勝一籌的 所以這隻馬 可否真的畫了它 其實也是比較難的 譬如 這個 桃花雲 桃花雲 你見到 可能暫時還未好 但來港之前 其實它已經有四個Win 這隻馬本身的質素 也不差 只不過這隻馬 在這裏 如果是群龍競族的時候 競爭力未必是那麼厲害 我可以暫時放在一邊 叫做次一級的考慮 另外 大紅袍一開盤 已經是大業門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是放頭 因為這場真正的放頭馬 其實也不太多 上次是日日美麗 跑去放頭 這個大紅袍 今次是五檔 要它放頭的機會很大 因為它一向的跑法都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它完全這樣挖走 又好像一般 可以 好了 爽快 爽快 先不要看它上次 在菊草千八的賽事 它對上一次 沙田 1,600米 跑三班 對著歐遊氣泡 那次真的很搞笑 因為它可能是十二檔起步 在第一段 直到尾 還在四碟 搶著放頭 所以你看到它前面三段 已經用了很多力 到最後 居然只是輸過幾馬位 爽快 亦是要立入考慮的一隻馬 隱形翅膀上次跑得不錯 跑了就只是輸過短頭 不過今次它的檔位差一點 可能考慮的機會相對小一點 而且越進歡欣 它輸給越進歡欣 未必是一隻那麼厲害的馬 這隻馬 我覺得真的冷門要注意 就是7號的聰明導彈 聰明導彈 對上一次贏 已經是去年二月的事 當時是跑谷草的1650 即是一里非常適合它跑的 踏入去今季之後 一次一里都未跑過 跑過一次一里 就是11月27日那次 輸給魅力之餘 而那次也是輸得相對近的一次 評分當時是73分 還未回到爺馬評分 但今次就不同了 今次是67分 比起爺馬已經有分 握手了 又回到中距離 所以這隻馬 也不可以完全不理它 大力後黃 剛才也有說過 在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 上一次輸給曾友 輸兩個馬 但他也是因為後上 塞車的關係 很難說他完全不行 當然 我也不能寫包單 如果他那天沒有塞 是否真的會贏爭友 我也不能回答你 但這隻馬 持續進步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今次換了人 換了一個 跑後上 比較厲害的 可責要上來 當他比較出 但後上 其實關係未必那麼大 所以這隻馬 也不可以完全不理它 好 接著 競軀 我可以暫時放在一邊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好像是現在 雖然他也有 千六 也是厲害的圖程之一 但近來的表現差點 雖然跑過二千的時候 就跑過第二輸給木火兄弟 但他是彈得這樣輸的 證明這隻馬 其實他的第二輸有少少人氣我取 所以我暫時放開 這隻馬 包裝旋風 上一次跑的時候 是千六 對著非鷹奧場 不過這組別 我覺得不太強 雖然他也有再加強訓練 但我覺得 在這麼多勁馬 這麼多惡馬的情況下 這隻都可以暫時放在一邊 黃帝金上一次 我在四選中也有提供的 88倍 他那時候 就在這個位置 跑第十倍多 所以相當開心 選擇他那時候 是因為他前一次 其實是新力高升這個組別出來的 然後你看到他那個 即勢非常好 繼續配上 但這次是去到千六 千六這隻馬 也真的暫時沒試過上名 千四似乎是好些 但他又有一個一檔 所以大家又不可以完全 那三三四四 他完全是有機會 要贏可能難一點點 晴王 剛才也說過 他上一次又是塞車 輸了四分三個馬位 今次他跳了上來三班 再跑 當然有好有不好 他升了班 對比賽更厲害 但是也輕綁著 好像很沉 但這隻馬 以他的水平 也真的沒理由只贏過一次 這隻馬都塞車 或者走外跌 這些不幸的情況 好像都幾多 所以他可能有少少被低估了 應該要繼續有些成績才會贏 情況也是當然不可以一下子飛的一隻馬 好了 人人之寶 人人之寶 他千四贏過 千八就跑過第二 最近這兩仗都好像表現一般 跑到第七 但是那些第七是近的 即是說這隻馬 其實鬥心一流都在 去到就去 輸了也沒辦法 但是 我又覺得他輸給的馬 對上一次輸給乙俊歡欣 不是太厲害 組別不是太強 再對上一次輸給奧遊氣泡 但是他第一段是跑在三碟 所以他的能力在奧遊氣泡那一場 他也是蝕著位 這個試雜 也看到他的勢是挺好的 所以 丟走他又好像很難 我不是這樣說這位不行 我待會告訴你我最後選擇 我可以一隻聊一下 好了 海島才子 他現在是臨時匯付上面 即是後備馬的上來 我覺得是可以再放在一邊 因為他上到三班的競爭力 相對小一點 所以這隻馬暫時不用看著 好了,每隻馬都輕輕地分享過 首先請大家在留言中和我一起聊聊這場馬 你想選哪一隻 另外,這場內我的心水是哪一隻呢? 我的選擇就是8號的大力猴王 先看看上一次,多可惡 先看看公主吧 就是巴道里場了 435場次 先看看串方位的菜市重溫 先瞄一聲 好了 巡邏影片 看到上面有黃黑點點還是格仔的菜衣 內蘭第三位這隻就是大力猴王 先看看裡面的位置 其實是省了位置的 但到這個位置上去 向左走 先走 走出去 沒有位置 接著要向右走 去到這個位置 可以發力了 有跑線 終於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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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著就酥 少少啦 酥少少啦 我又覺得你不可以怪巴道 有些混濕的東西 跑個第三 跑個第三 輸兩個馬位 我覺得都不過份 但是如果你說他沒有的話 我們只可以猜 如果他沒有輸到 他沒有塞到 他是不是就會贏呢 我就不能回答你 但是他起碼能夠入到Q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大家絕對要看 而且 始終側身 持續進步 一直都看到 所以 希望他這次的表面更好 就是推介這個八號的大力猴王 請大家訂閱音樂馬房 留言 留言 讚好 讚好 分享 另外 如果有興趣 可以得到我四選 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有Patreon的朋友跟我說 你要快一點 你要早一點 我知道了 收到了 以後會再早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例如明星期 明天 可不可以一大早就放上來 看看可不可以九點前就放上來 希望 盡量和大家一起玩得開心一點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